他天天都跟我说 我怎么办 我要等死 谢霆锋在节目中说到 他的父亲谢贤年事已高 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安排生活 每天都在等死 不久前 就有媒体曝光了一组谢贤 走路都需要人搀扶的进照 这让不少粉丝网友们对谢贤 身体的近况感到无比堪忧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 谢贤低着头拄着拐杖 穿的一身黑衣黑裤 和一旁的助理一起散步 走几路来还颤颤巍巍的 当谢贤乘坐电梯的时候 都得要助理搀扶着走 后来谢贤和他的助理两人 走到一个餐厅前 准备进入餐厅吃饭 可没想到餐厅前的小台阶 差一点点就让谢贤摔倒了 幸好助理和餐厅的工作人员 及时扶住了谢贤 才避免了悲剧的发生 可见谢贤最近的身体状况 也真是不容乐观 岁月不饶人啊 毕竟年龄摆在这 谢贤已经是85岁高龄了 而大家也是很少能看见 谢贤出现在屏幕前了 港媒也表示 谢贤已经很少出现在公众面前了 一代老戏骨已经成为如今的年迈老人 不得不让人感叹 岁月又何曾绕过谁呢 谢霆锋曾经在节目中称 自己的父亲谢贤如今已经 不知道该如何安排生活了 每天都在悲叹自己该怎么办 只能等死了 前段时间谢霆锋的新电影 怒火重案首映里 谢贤还和前妻迪波拉到了现场 那时候的谢贤精神状态都挺好 没想到这一次露面却需要人搀扶 相比上一次精神状态差了很多 看着有点让人心疼 最后祝福谢贤健健康康的安度晚年 长命百岁 对此你有何不同的观点看法吗 欢迎留言评论探讨 别忘了长按点赞支持一下哟